脚大板和钟远军在大牢里相遇了 一墙之隔 吉同说他们怎么能让大人您睡这儿啊 钟远说对啊对啊 明天上了叛堂 能替我洗刷冤屈的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如实禀报 我可没有说任何大王的坏话呀 吉同点头说好 心里啊 早就想好了对策 第二天审判开始了 钟远军被押到了叛堂上 而今天的主判官不是别人啊 正是大王 毕竟是省王主嘛 还有谁有资格来做呢 叛堂上 大王居中 一品朝城左右而坐 他见到大王 马上就开始辩护啊 说亲爱的大王 我们家世代都是忠臣 怎么可能有谋逆之心啊 而副判官啊 马上叫人把他的门徒老柳压了上来 这个老柳为了保命 按照吉同的意思 直接就说钟远满口都是对 始祖大王的不敬 他的说法着实让大王一惊 而钟远呢也气得发疯了 想都没想到老柳会满口胡话 大喊冤枉啊冤枉 大王啊大王 让我也把我的证人请上来吧 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 大王同意了 请上来的人啊 真是钟远最爱的脚踏板 大王当然不认识这个小贱民 而他身旁的梁席呢 直接皱起了眉 哎 这个小子不正是当时段爱亭的那个孩子将士吗 怎么会出现在了这儿 吉同看着钟远笑嘻嘻 而钟远看着他呢 心也放下了一半 副判官老柳严肃的问 你和钟远军是啥关系 吉同说 我是他的牵马童 又问 你认识老李吗 吉同说认识啊 大人有几回在山上开诗会 老李都有参加 大家是其乐融融的 又问 那钟远军到底有没有在诗会上 说过对大王不忠不敬之言 他回答说 我文化浅 不忠不敬是什么意思啊 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人都方了 贱人就是蠢啊 老柳只好解释啊 意思就是有没有说过大王的坏话 吉同立即回答 钟远军怎么可能说大王的坏话呢 哎呀 这就对了嘛 钟远长舒一口气 没想到吉同嘴上还没完啊 接着说钟远曾经讲现在的大王哪儿都好 什么先王啊 始祖啊 比其他都是垃圾 又说呢 如果他钟远来当大王啊 这些朝城肯定不会这么难管 我靠 这话炸锅了啊 信息量很大啊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这时候老李这个书生也红着脸补刀 所谓众口硕惊 击毁消骨 整个场面彻底让钟远百口莫辩了 钟远气得发抖啊 说我就不该相信你这个小混蛋 而吉同啊 却忍不住笑 上面的梁席呢 觉得自己聪明一世 这件事怎么就看不明白了 有点意思啊 钟远君当场大叫不止 被压了下去 审判暂停 大王下来之后对大臣们说 寡人确实觉得钟远不像有谋逆之心的人 我们也不能只听一个贱民的说法 你们马上派人去他家里给我查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带队的人正是钟远的仇人吉雄啊 正仇怎么才能搞点罪证出来呢 结果啊 一眼就让他看到了一个小册子 上面卡着一张小纸条 抽出来一看 逆贼金中植当时写过的那些不忠的暗语都在上面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逆反的小车子被递到了大王手上 钟远这下是真的挑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吉雄在下面继续三风点火罗列罪阵 大王宣布立即施以葬行 罪阵被扔在了钟远面前 钟远明白过来 这一切都是脚踏板给他下的套 板子在他身上猛抽打的血肉模糊 没有人知道在帐行之前 梁山帮的人还给行刑的两个师傅送了点好处 让他们使劲打 这钟远呢当场被打晕过去扔进了牢房 吉同和老李只赠有功被当场释放 老李对吉同的救命之情千恩万谢 几天之后 野山从宫里回来 大家马上问到底判的什么刑啊 野山说就只是打了一顿 大家很失望啊 毕竟他是王族嘛 这一顿打已经算不错了 而吉同呢 还是有点不服啊 难道这么就算呢 野山说实话了 看着吉同高兴 小黄也很高兴 而吉同呢 马上回到家里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爹爹 如今啊 在大牢里不成人形的 不再是阿狗 而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钟远君 吉熊也走到他的面前 说看来是老天爷帮我 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 你马上就要被流放 好好体验一下地狱的滋味吧 在流放的路上 钟远君被路人骂 被大家用石头砸 看到了楼上的阿狗 他终于明白过来 这一群跳舞的老头 都不是好东西 还有这个脚踏板 就是阿狗的儿子啊 早就说了嘛 那一脚 是踏入了万丈深渊 阿狗终于亲眼看着 仇人被打入地狱 吉同也长成了一个真男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陪伴 三十集的韩剧逆贼 到今天就要结束 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妹妹还没有找到 吉同也没有成为大将军呢 请大家不要吹羹 我就快要被逼疯了 大家接着慢慢看 弘吉同的传奇故事啊 从这儿才刚刚开始 话说这中远军 被扔进了一个茅草屋 与他相伴的 只有一些蛆虫 作为一位曾经的王族 怎么能活成这样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决定自我了结 而没有想到的是 有一位贵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中远用麻绳 勒住自己 想了结生命 而就在此时 外面突然有个妇人叫他 大喊千万不要啊 外面的人是谁呢 正是那位 大家都很喜欢的赵夫人 看着赵夫人中远那个委屈啊 说阿狗那个剑种还活着 就是他把我搞成这样的 阿狗还活着 赵夫人怎么忍得了 他直接去找了一个人 大鹤的师父 说一位曾经的国家栋梁 被一伙剑民整惨了 您一定要帮帮他呀 这个师父从一出场 大家就该看得出来啊 绝对不是一个培训机构的校长 那么简单 而仇人已倒 阿狗这边呢 带着大家回到了海坡梁山 遇到了故人 还有好兄弟横见大人 大家把酒言欢 一生轻松 这天阿狗呢 召集所有人 说我们都出生被见 只有名却没有姓 既然奋斗了一辈子 大家也都有了一份 安身立命的事业 我这边呢 想了一个字 以后我们就都姓红吧 老爷子认为 他们肯定已经死了 他现在呢 只希望唯一的儿子 鸡童还能好好的 除此之外 心里只剩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再回到坟前 看看自己的妻子 鸡童带着爹爹上了路 在路上休息的时候 爹爹突然说了一句话 为了红家的人们 你一定要活到最后 鸡童笑了笑 突然有人过来问路 当鸡童回答了问题 在回头的时候 阿狗已经垂下了头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鸡童哭着说 爹爹你辛苦了 下辈子我们还当父子吧 过去的种种 在他脑海里浮现 卑贱的爹爹阿狗 带着他们一家 对抗命运的不公 赤手空拳 走出了艰难又灿难的一生 原片看到这儿啊 确实把人也看哭了 远在王宫的吉雄 也在睡梦当中 看到了自己的爹爹 他高兴的念书给爹爹听 可一抬头 爹爹却不见了 梁山荒野大雪纷飞 送病的队伍排成了长龙 而在这悲痛的时刻 一群土匪跑了出来 要把红家帮一网打尽 再给阿狗送病 一群土匪竟冲了出来 把他们团团围住 小黄也被抓住 一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没有办法 只好下跪投降 而来者不是别人 竟是土匪徐太鹤 笑着说 你们没有想到是我会来吧 真好打你们个措手不及 这个徐太鹤真是个混蛋啊 分到了一半的银矿 竟又起了歹心 吉同说 我再给爹爹送行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徐也不客气啊 说我管你送啥行啊 我要全部的银矿 还有你的一只耳朵 吉同一忍再忍 说我再说一次 今天再送行 我不想这个地方见血 老徐发疯似的笑了一声 给了一个眼色 手下马上要拐小黄走 这一下就惹毛了吉同 一把抓起老徐 直接就扔到了十米之外 老徐的手下都朝他冲过来 他抓起来就是乱扔 把所有人都下瓜了 接着吉同仰天大叫 瞬间天地变色 坏人们全部正飞在地 徐太鹤吓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立即夹着屁股跑掉了 吉同紧紧抱住了小黄 说鱼鳞啊 幸好我没有把你弄丢 鱼鳞正是他妹妹的名字 小黄也知道 哥哥的心又开始痛了 他也跟着哥哥一起流泪 哭着哭着吉同就倒了下去 徐太鹤这秃驴吓傻嘞 说儿子啊 对方是个大怪物惹不起啊 我们快去向他求饶吧 儿子说老爹 他们可是砍过你的耳朵呀 我们绝不能就这么罢休 要不我先送你离开 躲几天再说 老徐说好不好 我们先跑 两个人背着包 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家班看到了 吉同知道之后呢 直接追到了他们的住处 两个人被压到了吉同面前 徐太鹤马上认怂 说我本来是准备向你们求饶的 都怪他拦着我 是他让我跑的 他儿子傻眼了 为什么老爹说出这样的话 吉同也笑了一下 说他不是你儿子吗 你怎么这么说他 徐太鹤却说 他怎么会是我的儿子 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吉同呢 接着说 那就把他带走 把老徐放了吧 放了 大家都惊了 吉同也不解释 转身就走了 这个帅哥确实不是老徐的儿子 他长这么丑 怎么会有这么帅气的儿子呢 对吧 他是老徐很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 而老徐在他眼里 比亲生父亲还要亲 没想到吧 为他做牛做马 对方却一秒钟就出卖了他 他功夫其实很不错 反手一打就成功逃了出去 当然洪家帮也没那么笨啊 是故意放他走的 吉同的意思呢 就是离间两父子 让他去干掉徐太鹤 这就叫杀人诛心啊 果然 他找到了徐太鹤 说爹 既然你不要我了 那我也就不要你了 说的一刀就干掉了对方 这个帅哥名叫莫黎 之前都是没有姓名的配角 不过啊 在几年后他将成为吉同前进路上巨大的绊脚石 徐太鹤死后群能无首 他的手下也都投靠了吉同 洪家帮的实力越来越强 吉同走在路上 人们纷纷叫他大老爷 和当年阿狗的风采不相上下了 而在宫里的绿水啊 因为举报叛党有功 大王要论功行赏 问他说你不是想见一个人吗 到底是谁呢 绿水这才娓娓道来 说多年前一位县令霸占了他的娘亲 甚至逼得娘亲把年纪尚小的他也陷了上去 他这么多年一直想再见到那个人 让他偿还曾经的一切 这个县令早就退休了 没想到衙门的人突然找到他 说十多年前你再为贪污的事情被查了出来 我们是来抓你的 老县令见过世面也不虚啊 瞪着眼睛问十多年前的事 你们有证据吗 话还没说完 又走出来一个人 缓缓把帽子掀开 说你肯定不认得我了 但是直到今天看到你 我才感觉到我活着的意义 说完脑线令就被压走了 回到宫里 大王说我也给了你赏赐了 那你也给我点奖励吧 也不要别的 我想要你的心 啊 这不是绿水最想得到的吗 而他呀 却免无表情的说 我的心已经给别人了 哎呀 这话不仅没有让大王发怒 他还大笑不止 从此啊 进城了绿水的田狗 输了绿水的夜 什么夜 想你的夜 那场评乱之后呢 大王继续论功行赏 横剑大人因为抓捕中原有功 直接就生成了五品大员 任命为汉城府判官 管理首都汉阳的司法 这可是一个实权大官啊 是每天能够上朝见大王的 严大人觉得自己出息了 在宫里到处逛 不小心呢 竟看到了骑雄 哎 我应该是老花眼了吧 还有谁该赏呢 当然是朴和生小兄弟 大王很赏识他 要狠狠提拔 他却说陪伴大王左右 不如让小的每天行走在百姓中间 成为大王的耳目 为大王体察民情 为大王解忧 哎哟 几句话真是说到了大王的心里 对他更是欣赏 当场封他为暗刑御史 帮大王私访民情 还有这个大贺 也在提拔的名单中啊 当然 这场风雨最大的赢家是大王本人 在朝堂上是说一不二了 他说寡人一个月要去打猎28天 你们有意见吗 下面的人马上说 大王英明 在生活上呢 他也奢华无度 叫人大见大照 把宫里的钱都用光了 财政官想禀报国库见底了 梁媳却马上制止 说殿下难得开心 你说这些搞锤子 要说做太监 梁媳赐后主的真的是无微不至 担惊截律 可是很快呢 大王又出了一道难题 说寡人最近心情好 想办个宴席 请全天下的士大夫都来一起吃一顿好的 要用最好的食材 梁媳你去准备一下吧 这随便一个小愿望 可把梁媳为难的不行啊 而另外一边呢 吉童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国库见底 大王没钱花了啊 不这是我们洪家帮的机会吗 啥机会啊 大家问 吉童说 我们送点钱去巴结一下呗 和尚笑了 说我们那点钱大王可能看不起啊 吉童又说 那我们就把银矿献上去吧 虽然会少了很多收益 但是肯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其实也没啥意想不到啊 吉童就是想得到王的庇护 他没有忘记爹爹最后的话 他要带着洪家的人体面的走下去 而作为一群贱民要保证生命不被掠夺 财富不被夺走 最稳的一条路就是成为陛下的人 梁媳也很意外啊 向大王报告说有人要献上银矿 大王说还有这种忠心的百姓吗 那我倒要见一见呢 脚胎板的脸爆过光 当然不能去了 于是啊 他们决定派出洪家帮的老二牛角去 没想到这牛角还扭扭捏捏的 好不容易把鼓起勇气来到大王面前 大王一问话呀 哆哆说说半天说不清楚 大王多问了两句呢 竟然当场吓晕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可把大王乐坏了 说这才是良民嘛 面对大王知道敬畏 我很欣赏他 这样吧 给他个官当当 下面的人就说呢 既然他是经商的人 不如叫他去财政部搞后勤吧 大王一听就同意了 严大人第一时间回来宣布了这个消息啊 虽然是个酒品芝麻官 老牛啊 也觉得真是光中药主了 为公家做事 喵喵的咱再也不是个土匪了啊 大家也都很高兴啊 现在牛角要进攻 鸡通开口了 说这就是用银矿换来的第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跟着牛酒品 直接去汉阳吧 对的 他们红家帮啊 要正式到汉阳立足了 古代和现在一样 要安家呢 第一步就是找房子 鸡通买了个大庭院 大家都觉得地方不错啊 这鸡通呢 又拉着小黄的小手 直接进了一个房间 原来啊 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寝室 说以后不用问大叔们的狡气了 这可把小黄感动的不行 说哥哥你真好呀 鸡通说 以后你想要的 我都会满足你 小黄露出满脸幸福 说我也一定会越变越好的 鸡通害羞的笑了一下 说 啊 他的脸马上就黑了 说我看你是没搞懂吧 我又不信红 才不要做你的妹妹 说完转身就走掉了 而这个蠢货还不以为然 又害羞的笑了一下 为啥总把爱情当亲情呢 要我说 因为他缺那份亲情 想起妹妹心里就会痛 没有人知道 他已经离妹妹很近很近了 他的妹妹 正在王宫里 赵夫人为中原请来了救星 师父呢 问了他几个问题 他马上暴跳如雷 说你一个炸老头子 凭啥来盘问我一个王族 说完立即叫别人滚蛋 而这个赵夫人就拼命劝啊 说他真的能救你 我告诉你他是谁吧 听完之后 中原眼睛一亮 三个人终于坐了下来 师父问了他几个问题之后 决定帮助中原 为啥呢 因为师父就是钢厂礼教的坚定维护者 卑贱之人耍手段将王族流放 这是破坏了国器之钢 国家不就会乱套吗 师父说 你是因为叛逆之罪被流放 想要回去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你有远超常人的意志 并付出一切 在此脱胎换骨 啥意思呢 师父竟是让他学习文化知识 也就是四书五经啊 中原知道对方的实力 更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他的仇恨确实太强烈了 强烈到可以为了复仇去做到一切 看书看到瞌睡 该怎么办呢 他竟然掏出了一把刀 放在了自己的头下面 这不是头悬梁追刺骨吗 看到这儿 我心里莫名其妙啊 好想看到这样一个反派 会有怎样的破茧成蝶 王宫里啊 大王天天烧钱 梁席子逼得没有办法 就只好找牛九品去要 这个牛角一听 要那么多是想抄我们的家呀 一紧张就说漏了嘴 说这个事我马上回去报告 这梁席一听就明白了 原来你只是个替身啊 你们老大是谁 我必须要见见 大太监要见一个小土匪 难道还敢不接见吗 这天夜里 牛九品就把梁席请到了活冰亭 看见今来的人啊 梁席的眼睛一下就瞪大了 这不是那个孩子将士吗 立即说我们早就见过呀 鸡同也笑不出来 怎么都没想到大太监竟然是他 他说大人 我就知道你不是卖梁席那么简单 而对方马上摇头 说不是啊 最近一次见面 不是你指证中远军那次吗 鸡同心中一震 这才反应过来 对方似乎知道一切 梁席接着说 你竟敢欺骗大王 鸡同心也慌了 拿起酒就倒了一整晚 直接一饮而尽 说你既然认出了我 那天为啥没揭穿我呢 梁席说了一句 你猜 然后起身就走了 鸡同这下更是慌得一痞啊 被一个大人物抓到了把柄 这可是遇到大麻烦了 这梁席到底在想啥 咱也不知道 不过大王呀 又在给他发招了 说上次吃饭效果挺好 想再办一次国宴 听完之后 梁席脑袋里轰得一声 该咋办呢 为了解决钱的问题 他主动约来了鸡同 鸡同还是慌得一痞 没想到啊 梁席直接说 说如果你能帮助国家赚到钱 那我将对你既往不救 只收下你对大王的忠心 看嘛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错 只讲利益 有了共同的目标之后 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啊 鸡同他本来就想效忠大王扶摇直上 这机会不是又来了吗 大家也都很兴奋啊 没想到大王竟要请他们这些土匪帮忙赚钱 虽然梁席的资金需求很大 不过背靠大王 还有啥钱赚不到呢 鸡同立即说出了他的方法 卖酒 当然不是普通的酒生意啊 很快你就会发现 鸡同真是个商业奇才